为了从动物园逃出,狼学会了爬树,野猪和狐狸蛙的洞帮助大鼠从动物园中逃出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六个从动物园逃出的动物 狮子 1997年,佛罗里达州动物园中,观着狮子的围栏被暴风雨破坏 一只叫做纳拉的母狮趁工作人员修理围栏的时候逃了出去 动物园发现后立即在周围贴了告示 有人在周围的沼泽地看到了这只狮子 当纳拉发现有工作人员要把自己诱骗回笼子里时转身就跑 不过工作人员为其打了一针镇定剂,然后顺利地把它带回了动物园中 1997年,北阿尔兰的狮子也跑出来了 不过这只狮子是从马戏团跑出去的 一名女子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了这只狮子,然后被吓晕了 一个小时后狮子被当地警察成功抓回 狼 1970年代,一只叫做弗吉尼亚的狼从洛杉矶的动物园中逃了出来 这只狼是顺着动物园中的树木爬到围栏上然后跳出去的 虽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用树可以爬到围栏上 但是他们没想到狼能爬上去 虽然弗吉尼亚被成功抓回了动物园 但是他又逃跑了几次,或许是逃跑出经验了 1979年,弗吉尼亚完成了最后一次逃跑 这次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没能再抓到他 袋鼠 2012年,在德国百兽动物园中 两只袋鼠从狐狸挖的洞中逃了出去 还有一只在钻洞的时候被卡住了 等到了动物园最外层的时候,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洞 这个洞是动物园外的野猪挖的 这两只袋鼠成功钻出去 到了动物园外,整个过程不得不感谢这只狐狸和野猪 恒河猴 1930年代,一个名叫弗兰克的人经营着一家动物园 动物园中有很多猫科动物和恒河猴 恒河猴生活在一座人工岛屿上 想要到达岛屿就只能通过这个可升降的桥 1935年10月,一名工人来到这个人工岛屿打扫卫生 他过来之后忘记将桥升上去了 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只恒河猴从桥上逃出去了 他把桥升上去之后统计了一下恒河猴的数量 发现有172只恒河猴逃跑了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立刻在周围进行搜查 第一天晚上找回了30只猴子 几周后所有的猴子都被成功带回动物园中 所有为动物园提供信息的人都得到了动物园的免费门票 1995年,两个年轻人偷了一艘船 然后放到了哥伦比亚动物园中 动物园中的蜘蛛猴母子爬上了这艘船 并通过船逃到了对岸 顺利出了动物园 母子俩逃到马路上,顺着电线爬 马路上的司机看到了这一幕都不敢开得太快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拿着麻醉枪把这对母子带回去了 1958年6月 加拿大一只海狮从水族馆中的管道逃了出去 并从管道到达了一片河流 不过它很快就被游客发现了 当工作人员来抓捕它的时候 它顺着河流逃走了 一路游到了伊利河 随后被伊利河的动物管理员抓了起来 然后被送回了加拿大的水族馆中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